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 这个人 对 新西兰人克拉克 说到这还想不起来啊 来我们先放到视频 大家回忆一下 上次在新西兰克拉克的学生海登挑战一龙不成 和一龙的失利一爆 打场比赛 结果呢 踩灯赢了 大家好 老师从业中医难科 三十余年 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 通过中药条理 重回南性雄风 如果你也存在 房市时间短 勃起无力 硬度差 中途疲软 肾趋 前列腺炎等问题 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 574993200 纯中药 一人一方 至根至本 帮助你持续坚挺二十 至四十分钟 武身壮阳 严实祝国 彻底告别 快男软男 记住微信 574993200 嚣张气焰 一龙 依然 很淡定 为了备战这场比赛 我又拜访了很多名师 这次我会各好 把中国传统公司 应用的 立场比赛 有请 本场比赛 武僧一龙的对手 西西兰 全方挑战赛冠军 布莱德 海棠 武僧一龙的对手 感谢 你 的 约 广 观众朋友们 现在我们是在贺比千和之五体育馆 为您转播 第六届环球球王争霸赛 男子72公斤的比赛 红方式五层一龙 蓝方式来自新西兰的布莱德海登 在前面有个故事 因为我们在去年 曾经到新西兰的奥克兰 进行这场小新的比赛 当时这场比赛里头 布莱德海登 战胜了一龙的实力一爆 那么就要向一龙发起挑战 那么一龙说你来吧 他可以让技术更加的全满 角度还不对 如果再转横 今天一龙打得多么有表演性 来一龙是西兰的布莱德海登 又有一个力道 要KO海登 所以他在一个动作 而你的力度不动的行动下 你还是要浪费几次 第三届环球倒计时 你看一左一右 比赛时间到比赛 这场比赛打得太具有戏剧性了 下边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参加团员 30比27 二号参加团员 30比27 三号参加团员 30比29 比赛结果 红窗战 The Wizarding Titanfall Hero MING PAO TORONTO